彭承龍 彭承龍 戰戰戰 有鑑於新北市消防局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 轄區範圍廣闊 勤務量龐大 新北市議員彭承龍 特別爭取85萬元的經費 捐贈一輛災情勘查車 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由副局長陳從岳代表接受 今天舉行啟用典禮 由我們彭承龍議員 將我們這台災情勘查車 交給我們消防局陳從岳 陳副局長 新北市議員彭承龍夫婦 立法委員吳其名 以及三峽區長陳建民 都到場參與捐贈儀式 強兵兵 怕怕 而證實泥沙颱風逼近 今天捐贈的災情勘查車 可說是來的正式時候 讓第五救災救護大隊的搜救工作 更增添新的動能 提升搶救效能 因為我們三峽地方非常的遼闊 尤其第五大隊 所以說他們的出車的勤務 非常的繁重 尤其一些車子比較老舊 所以說我這次就在六省的時候 幫我們消防局 我們第五大隊 來徵集一台勘抬車 勘查車因為這對地方上 非常的需要 所以說盡一點民伯之力 那這部災情勘查車 其實是我們救災最重要的一個工具 因為土塑三一其實轄區 是我們非常大的一個 在新北市一個非常大的轄區 包括一些山岸的救援 海域還有那個大報區的水溢的一個 一個救生的部分 那我想透過這樣的設備 其實可以提供即時的服務 身為義勇消防隊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大隊長的 立委伍齊明 也感謝議員 一直對地方警衣消的協助 讓救災救護工作能更順利 今天真的感謝我們彭成龍議員 他所堅證的我們的勘採車 尤其在我們五大隊 這個轄區都非常廣大 在三個月之前 我們彭成龍議員 也監住了一部那個救護車 所以他對我們消防弟兄 一些器材的贊助 是非常大的貢獻 泥沙颱風已經發布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消防局的救災工作 也正上警發條 大隊長也呼籲民眾不要登山 請在家做好防台準備 因應颱風來襲 在這裡呼籲大家 不要到山區裡面 去做從事爬山的行為 還有就是自己的家庭 家裡面要注意有防台的準備 泥沙颱風逼近 早上也出現風勢 也請民眾注意颱風消息 做好防台準備 中家新聞 吳沛山三峽報導 今天真正點 飛沙風